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秘鲁 秘鲁的安苏利文中心是一家为自闭症和有智力缺陷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 许多特殊的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了正常的教育并学习生活的技能 安苏利文中心的创始人莉莉安娜在秘鲁也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爱心老人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安苏利文中心了解莉莉安娜的爱心故事 安苏利文中心的创始人莉莉安娜今年61岁 1979年她创办了安苏利文中心 当时秘鲁全国还没有一家专门的特殊儿童关爱学校 莉莉安娜就想为这些特殊的儿童提供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 学校的起步充满了艰辛 八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成为莉莉安娜的第一批学生 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些作品都是这里的学生 为了庆祝安苏利文中心成立34周年而制作的 虽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来表达对安苏利文中心的感谢和爱 经过34年的精心经营 如今的安苏利文中心已经拥有超过400名学生和30多名专业教师 并成功帮助了很多人渡过难关 在这里从吃饭穿衣到读书识识字 孩子们可以学到一切生活必备的技能 桑德罗纪念27岁 是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员工 桑德罗曾长期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他在安苏利文中心学习了12年 如今已经基本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并独立生活 目前安苏利文中心还在阿根廷巴西巴拿马等国开设了七所分校 学校的运转资金全部依靠当地的企业赞助 2007年 秘鲁政府为利利安娜颁发了象征秘鲁最高荣誉的太阳勋章 以表彰他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